今天晚报的封面故事 我们要报道的是一个科技的新知 是一个医疗的讯息 同时它更是一个社会的警讯 台湾传出了第一起抗药性的新流感病毒株 个案是南部的一位20岁男子 他在服用客流感几天之后 检测证实出现了客流感抗药性的病毒 这是自体变异的案例 让台湾成为全球第10个通报国家 也是全球第36起抗药性的病毒株 第一次发现我们本土的病毒株里面 有一株是客流感抗药的病毒株 新流感又传来坏消息 南部一名20岁男性新流感患者 服用客流感治疗后无效 机关局确定他体内出现台湾首例抗药性病毒株 从7月一直到现在 总共分析有292株的H1N1的新型流感的病毒 进行了这个抗药性的检测 只有这一株 就是百中选一 这名男子染上新流感后 体内病毒呈现敏感状态 服用客流感 药物把非抗药性的病毒杀死 却也造成抗药性病毒快速蔓延 9月4号采集检体 发现体内有H275Y型 客流感抗药性病毒 而居住地区共有9个人感染 其中6个人也对客流感敏感 3个人病毒量较少 不过现在都已经痊愈 当时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 就知道他是抗药病毒 那所以他使用完了5天 那情况慢慢后来好转 就顺利出院了 没给其他药物治疗 是因为患者免疫系统和病毒对抗 最后自然痊愈 不过未来又是在出现抗药性案例 指挥中心只好祭出瑞乐莎药物 对抗这难缠的新流感疫情 众力新闻占品和方杰为SGL组台北财富的